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到《新经》是268个字 已经讲好了大概十分之一吧 现在讲到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这一句话太重要了 什么是五蕴我们必须要搞得很清楚 大家不要说五蕴我已经知道了 是受想行识 就是一个是生的世界 物质的世界 另外一个精神的世界 就是两者融合在一起 五蕴就是这样 你这样是了解它的表面的文字 没有好好地去参里面的意识 所以你必须要对五蕴研究的清清楚楚 如果是你要对五蕴研究的清清楚楚 你必须要懂得为始的道理 也必须要懂得为始的道理以后 以后还必须要知道一点中论的道理 关于写法空的道理 你除了事修 你必须要理修 你必须要从理论里面很清楚明白了五蕴 而且这样如果是你对五蕴很清楚 了解得很深透 如果是你向人讲经说法 你就比较容易 五蕴 蕴这个意思是积聚的意思 累积了东西 聚合了东西 聚合了什么呢 聚合遮蔽我们真心的五种东西 我们学佛的人 就是要解决我们的烦恼 我在《能眼睛》里面记录了一句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等必欲发菩提心 欲菩萨乘生大勇猛 决定弃尊诸有为相 应当审详烦恼的根本 使无耻来发业运生 谁做谁受 欲叶如修菩提 若不审观烦恼的根本 这不知虚往根沉 何处颠倒 处上不知 云何降伏取与来会 这个意思是 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必须要首先知道 我们烦恼在哪里 烦恼是怎么生起的 我们必须要抓到 如果你要抓到这个宅 你要知道这个宅在哪里 你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是什么意思呢 发菩提心就是 我不再安住在生灭法里面 我要安住在真如里面 从真如里面 发菩提心 我不再跟我的妄想走 我不再跟我的感觉走 我必须要知道烦恼的所在 这里讲 发业润生是很有意义的 发业是什么 烦恼有两种 一种是发业的烦恼 一种是润生的烦恼 发业的烦恼是根本无明 有化其业 就是众生流转生死的根源 这是个发业烦恼 发业烦恼 我们是很难把它断掉的 你想想看 我们那么多生死 从无死来 千千万万的生命 我们累积了很多业 很多烦恼 那么这一生 一时可以把它除掉吗 不一定可以 所以发业烦恼 这一生里面 很难把它灭除的 但是任生烦恼 我们可以控制 任生烦恼 这是我们心境的爱之 见之 我们的爱取 如果是你把你的爱取 这个烦恼把它调服 那么你就开始进入如来的慰 就是你开始是发菩提心 进入修行佛法了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如果是你要知道烦恼怎么生起 烦恼的根本 烦恼的处所 你必须要知道 这个宇宙人生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为时里面的五位八法 你要知道 宇宙人生三罗万象 根据《余权实地论》 归纳成六百六十法 就是一切我们见到的 我们这个精神世界跟物质世界 归纳成六百多个法 但是《为时中的百法门论》 就将六百多法再归纳为八法 这个八法有分类分五位 所以它就五位八法 宇宙万有 就是有为法无为法 你要知道烦恼 你必须要知道一切法的产生是怎么样的 无为法是不生不灭的 有为法是生灭法 生灭的有为者就是一切出于生灭变化的现象 有生住亦灭 五愿就是有为法 就是生灭法 如果是很详细地了解什么是五愿 你就知道什么是有为法 有为这个生灭法 你不了解 不知道你怎么去取你的烦恼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烦恼的根源 烦恼的所在 烦恼的方向 烦恼的作用 它怎么影响你 你跟烦恼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我们有祸 有业 有苦 你都要知道的 这个宇宙生灭万象是怎么一回事 不可以迷迷糊糊地过了这一生 必须要了解得很清楚 佛经把它分析得很详细 有为跟五为 有为法 你们再分心法 心所法 色法 心不相应行法 我们读为时就是这样 十法 十一心法 八 五十一种心所法 二十四种不相应 六种无为成百法 那么你加起来就一百法 有为法是九十四 无为是六 无为法现在我们不讲了 无为法就是裂盆的另外一个义名 不生不灭的无为法 现在我们了解的是这个有为法 我们活在这个有为法 这个宇宙人生里面 是我们怎么跟它产生关系 我们要知道我们跟它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处理它 如果是你不知道 你烦恼跟你怎么产生 五蕴产生什么关系 你根本不可以处理它 你不知道吗 五蕴产生物质世界 就是物质世界跟精神世界的合一 色就是物质世界 精神世界就是受享神史 一切有为法生灭法 就是色法跟心法分出来 我们讲经说法就是有一个听众的毛病 就是他对了稍微深一点的佛法 他这个兴趣不高 他喜欢听的是什么呢 感应故事 菩萨见不见到观音菩萨 佛有没有给他见到 有什么感应 如果是你常常停留在这个阶段 你没有进步 你必须要懂得 你必须要理修 不是常常是世修 我们修行佛法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世修 世修就是每个星期六 星期天来拜餐 念佛 诵经 拜餐 这是世修 但是如果是你不修 你的世修没有根据 还是要轮回生死 还是有爱去 还是有我见 你必须要从根本了解 我们的烦恼是什么一回事 这个是一点一点的去了解的 不是马马虎虎的这样过去 通常是听经的人 有两个情况是睡觉的 一个是静坐 一开始静坐 他就睡了 另外吃完饭以后 放弃攻心 马上就睡 如果是你不听 你没有这个福 没办法 高深一点的佛法 你不听 你听来听去 就是神神秘秘的感应故事 那没有进步 很可怜的 这样下去你学不到 有一位法 五运 就是分色法跟心法 色法就是materiality 心法呢 spirituality 色法 the body 心法是mind so the whole world is nothing but a combin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mind 物质跟精神 通常我们追求物质的人太多太多了 追求精神世界的人太少太少了 我们怎么对追求物质 我们一天到晚追求物质 就是财舍名十岁 财越多越好 要赚很多钱 奢侈什么呢 爱欲 我要漂亮的女朋友 我要英俊的男朋友 我要在欲海里面打滚 一天到晚是欲念 才是名为名为利 食呢 吃东西 睡呢 睡有很好的房子 都有luxury luxury apartment luxury house mansions 他们追求的是物质 但是物质能够令你快乐吗 物质肯定不可以令你 物质可以satisfy some of your needs 但是它不可以令你得到了精神上的快乐 但是你必须要分析它 what is material 色法是什么样呢 我们整个宇宙人生就是物质跟精神吗 我问你 物质是什么 你不知道啊 你研究佛经的人就知道了 物质有十一个法 有十一个classifications of material materiality 那么我就跟大家研究一下 色运就是material materiality 我们有十五个classifications 十五个分类 四大种elements 元素 物质有元素的吗 每一样东西都是元素 有元素 molecules 每一样物质 物质是什么意思 物质是有直爱的 有表示方锁的 有便意的 什么是直爱啊 就是如果是这个物质啊 这里有一张纸 我不可以过去 obstructions 有直爱的 直爱就是 it occupies some space you cannot pass through it 好像是有这个柱子 这个柱子就是一个直爱 你不可以走过去的 它直爱住你的 另外一个物质的 它本有的一个特性啊 就是它是表示方锁 它有一个location的 有一个方向的 第三 它变异的 常常变的 生住易灭 常变的 changeability 常常在变的 那么我们四大种是什么呢 四大种就是所有宇宙的里面的物质 就有四个元素所组成的 我们以前讲molecules 就是分子 好像水是什么呢 水是两个hydrogen and one oxygen 后来我们知道分子里面还有可以分原子 原子也是由neutrons组成的 neutrons也是有中子 electrons and protons 就是物质里面 不断的不断的分子靠原子 原子靠中子 直指这样组成的四大种是 我们知道它是变异的 四大种是 the four elements 地 水 火 风 地 就是它的间性 all material 水 fluidity 有它的实性 火 有它的软性 风 有它的轻性 motion 地 水 火 风也是我们的身体里面 也是 these four elements 组成的 以我们的身体来讲 什么是地 头发 骨头 肩 solidity 它的间性 水 你们的 liquid blood 脂 saliva 火 temperature 风 movement movement of air 你的呼吸 身体也是这个四大种 这个四大种 不单是啊 做成你的身体 做成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都是四大种所做成的 这个四大种是basic 大种所作式 四大种里面再分出来 内五根 外五成 眼耳鼻舌身 外子舌身相未出 还有五表色 五表色就是一根所对 一时所圆过去的 色是我可以看见的吗 但是现在我不看 我心里面浮现了一个 昨天我到Richmond Square Richmond Square里面有一个 mall 这个 mall里面有很多Shops 它在我的心里面就产生了这个作用出来 这个是色的作用 这个不是在外面看见的 就是你心里面想出来的 也是一个material image in your mind 定所生之在时 就是在禅定里面 也可能有色星相未出发的出现 这里四种跟十一种合并为十五种 佛经对于物质就这样分析 我现在只是给你一个大纲 物质是这样分下来的 这个是我们的物质世界 好 那么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 物质的世界 我们这个精神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是靠我们的六根 我们的senses to interact with the object 根就是六根 净层就是六层 我们这个眼 眼对什么 眼对色 眼对material就看见 耳朵对身 鼻子 对蚊 舌头 肠 就是我们这个感官的一个interaction 就产生什么呢 如果是跟对镜 好像我现在看见这个杯子 我这个眼睛看见这个杯子了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我眼睛只是一个camera而已 但是我马上我就起了一个consciousness 知道这个名言是一个杯子 这个不是眼睛知道的 知道这个杯子不是眼睛 眼睛怎么可以知道这个杯子 眼睛里面的consciousness知道的 这个就是识 我告诉你 佛经就是最维系的心理学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烦恼怎么产生 你必须要知道你的六根对镜 怎么可以产生六识 你再从这个六识里面 再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烦恼解决下来 如果是你能够处理的烦恼 你现身就有快乐 你不可以处理的烦恼 我们平常怎么处理我们的烦恼 我们用激情去处理烦恼 看着不开心的就骂 口可以骂 手可以打 我们用感情去对付烦恼 这个是烦恼加烦恼 永远都是活在烦恼 永远都是跟着你的烦恼 你的感觉是去走完你人生的痛苦 甚至佛经告诉我们 不要这样 你要了解什么是烦恼 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处理它 你要把它找出来 你不要给它控制 你不要一生就是跟烦恼跟感受走 你要知道 你要调伏它 它的力量太强了 烦恼的力量太强 你不可以断它 你可以不跟着它走 那么多生 你千千万万生以来 你累积了那么多业力 那么多烦恼 那么多恶业 你一辈子 这一辈子都把它斩断 你斩它不断 它可以斩断你 你斩它不断 你的力量没有它强 但是有一样是你可以比它强的 你愿不愿意做 你就不要跟你的烦恼走 不要跟它走 你就安住在你的真心里面 你安住在你的不生不灭的心里面 你安住在你调伏的心里面 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不是到深山里面盆腿修行 修行就是怎么把不要跟烦恼感觉走 你要做你自己的主人 Don't react with emotion React with rationality Can you react that way or you don't care 你可能说 我不理 我喜欢吃的吃 住的住 我喜欢享受 那么你的一生 你的苦劳 你的痛苦太多太多了 你现在还没有经验到这类的痛苦 将来越来越多 你必须要懂得烦恼 两千五百多年前 西藏牟尼佛就是找到处理这个烦恼的方法 永远的把这个无名的烦恼斩断 他现在告诉我们 斩断烦恼的方法 你愿意听吗 可能你来一次 你明天也不来了 不要紧 你解一个缘吧 下一生再来吧 下一生不一定有这一生那么幸运 下一生不知道落得三恶道也很惨了 地狱恶鬼出生也是人变的 带你的业力去投胎的 我今天讲得很少很少 只是分析给你说 那个宇宙人生 你必须要了解它每一个事情 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物质 什么是精神 现在我们追求的大多数人追求的 这是物质的生活 他们不知道自己精神的生活 就算是他要了解精神的生活 这个精神也是污染的精神的生活 它不是清净的 我们必须要从谜里面走出来 不要再跟你的烦恼走 不要再你的感觉走 这个就是我们讲心境的目的 讲心境不是要求观音菩萨驾持你 我要常说 我要智慧 驾持你 观音菩萨可以救我 观音菩萨说 如果是你了解心境里面的意理 你自己可以救你自己 你心里面就有观音菩萨 你愿意把这个观音菩萨请出来吗 感谢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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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音菩萨